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这个被删点的剧情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加了一些有些话是听足的原创剧情 在变成为《墙卖假面》后 山人将兽形态的裴几万打飞 裴几万并无大碍 他起身就攻击山智 或是山智意外的隐身 然后隐身山智 就再次击中裴几万 并继续将其痛揍 但攻击似乎依据还是对裴几万无效 他站起来变成了人兽形态 继续强势攻击山智 让担心几万已是黑安危的 连环化迷罗同学 难言担心地喊出了隐身黑的名字 从隐身中现身的山智说到 我既不是邪恶也不是正义 我只是乔迈假面罢了 这句话算是直击到 正派读者罗同学中二的内心 这部分动画组就展现得非常不错 但除了这个环境之外 动画组在乔迈假面和裴几万之间 这场战斗上的展现问题也还是在继续 山智和人兽形态的裴几万的大战 变成了短暂的交周战 在数个回合过去后 裴几万抓住了山智的腿 将其重重地丢了出去 山智起身由于战斗服 他也并没有受伤 然后他飞入天空下落 给予了裴几万一击中踢 两人再打了两个回合 山智再又给予了裴几万一击中踢之后 又是在飞入天空起锁飞下 给予裴几万一招 有了新荞麦踢机 威力堪称好看情人 但是裴几万竟然还是没有什么大碍 他愤怒地站了起来 喊着全面假面的名字找着山智 然后山智就在天空飞走离开 而若我们回到满好剧情 这个条件的环节也就不难发现 由于山智原本要穿上战斗服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因为打不过裴几万 而是要凭借战斗服的力量 让他迅速结束和裴几万的战斗 因此在满好剧情中 我们实际上只看到 穿上战斗服的全面假面山智 绝对裴几万出手了三次 第一招是直接躲过裴几万的攻击时 山智意外隐身 然后正面给予裴几万一斤隐身的重击 山智发现自己隐身 而裴几万则是变成更强的人手形态 重新站了起来一面攻击山智 山智使用出第二机 用脚挡住攻击 然后便利养惊人的古代种裴几万 直接用力开飞 山智在远处的飞机中站了起来 只是有轻微的痛感 但完全没有受到一点伤 裴几万以为山智已经被拍死 这是一个古代种能力者 兑起力量的自信 而实际上山智 则是已经在她的头顶飞下 给予了裴几万一招震动化制度 伪天甚至也没有让我们看到全貌的 全貌假面的第三次攻击 而相比动画举行 山智最后一招 还是没有完全打败裴几万的情况来说 那要举行这部分的情况 自然就更可能应该是 在强大假面第三次出手之后 他就已经至少做到了 让古代种裴几万 在一段时间内被打得倒地不起 或者甚至就是将其完全打晕 幻言之这场战斗 更可能的结果就是 山智只用前后三招 最终就打败了 强大的古代种能力者 裴几万结束战斗 而这应该也裁算是配得上 山智在穿上文斯莫克战斗服 成为全貌假面 截然满隐身黑之后 所拥有的超级威能 但话说回来 相比山智真正的梦想来说 全貌假面隐身黑 在战力上的超级强大 可能就都还只是浮云 而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自然就还是 在动画剧行中将至的 花之独早堂剧行中 我们很快就能见识到的 花之独新英雄 全貌假面 竟然把隐身黑山智 和他伴随着梦想成真的 澎湃比雪的威能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黄云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